说完这个要素之后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要素的学习 我们来学习有关信息和沟通 这里边我先简单解释它整体的思路 这个要素其实包含了两个词 第一叫信息 第二叫沟通 首先前到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在建立内控执行内控的过程当中 就应该有意识地去搜集与内控有关的信息 道理非常简单吧 因为我们只要搜集到相关信息之后 我们才可能根据这个信息来做出相关的决策 非常简单 那当我们搜集完信息之后 还要进行什么 还要进行有效的沟通 通过这种必要的有效的沟通 使得我们企业内外部的利相关者 对企业内控的情况或现状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就是想要信息和沟通 那这个思路呢 大家听一听有个基本印象就可以了 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先讲COS晚会 对信息和沟通它整体的要求 首先呢有一个总体的说法 这样来说 信息系统不仅处理内部产生的信息 还包括与企业精确册和对外报告 相关的外部实践行为和条件等 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思路 思路就说 从整个建立内控 执行内控的过程当中 我们企业必须要充分利用 现代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 帮助我们去搜集信息 沟通信息 这是第一个线索 然后第二个线索 当我们去搜集相关信息的时候 记住这个信息呢 既包括内部信息 也包括外部信息 这就是把这句话呢 我们线索就把它处理清楚了 非常的简单 那处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又看什么呢 又谈沟通了 这个沟通呢 它这样来说 有效的沟通 从广义上来说 是信息的自上而下 横向以及自下而上的传递 后边这个文字呢 我们就能快速关一下 所有员工必须从管理层 得到清楚的信息 以认真的履行控制之责 员工必须理解自身 在整个内控性中的位置 理解个人行为 与其他员工工作相关性 员工必须有向上 传递重要信息的途径 然后接着 同时与外部主日客户 供应商 管理当局和股东之间 也需要有效的共同 这是整个这个文字很长 我就把它念了一遍 但是记住 我念的目的 不是让你把文字 再去读两遍 不是这样的 这个文字呢 根本不想去背 但是呢 对这两段话 要求你必须重点理解掌握 这两段话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就是 当我们做沟通的时候 这个沟通 整体的逻辑框架 你要知道 我们怎么做沟通 那请大家呢 自己先梳理一下 这两段话 强调沟通 我们怎么沟通 包括哪些方面的沟通 能梳理清楚 不能 这个框架呢 在你脑海当中 必须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 是很容易考案例分析的主观题的 把它数据清楚 那我在这呢 就画了一个简单的框图 供大家来参考 如果按照 考塑委员会的整个表述 那你要记住 当我们做 有关内控沟通的时候 这个沟通 包括对内的沟通 也包括对外的沟通 很容易掌握吧 其中对内的沟通 又进一步分成三个层面 分别涉及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和横向沟通 大家就结合这个框图 把整个沟通的逻辑框架 把它掌握到位就行了 我刚才说过 这个呢 是比较容易放在 案例分析主观题来考的 那考试的时候 还是同样的思路 给你一个案例材料 然后要求你分析 从内控基本规范来讲 它是哪有问题 其中呢 有可能各别文字 涉及沟通出问题 那你怎么分析呢 就看一看 在整个案例材料当中 它对内沟通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哪可能做的不对 然后接着再分析 它有没有文字表明 它做了对外沟通 如果它没有做对外沟通 就说明对外沟通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呢 它做了对外沟通 但是它的做法不合适 那也说明 它对外沟通有问题了 那这就我们分析框架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涉及对内沟通了 你再去分析一下 这三个层面 先看 它有没有自上而下的沟通 那这个上就是管理层 下就是普通缘估 没错吧 那如果说管理层 没有把相关信息 传递给我们下边的员工 那就说明 它自上而下的沟通 是有问题的 那同样道理 我们在分析 自下而上的沟通 也就是说 经理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他拿不到员工反馈的信息 那就说明 自下而上的沟通 也是有问题的 还包括横向沟通 什么叫横向沟通呢 同一级别的 不同部门 或不同岗位之间的沟通 比如说营销部门 跟财货部门 它没有进行沟通 那就说明 在对内的沟通当中 横向沟通 它是出问题的 所以大家看到 只要你掌握这个框架了 我们应对案例分析体 是很容易的 就按照这个框架 我们做分析 然后总结出答案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请大家按照这个思路 要把它重点理解 重点掌握到位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COS晚会 关于信息和沟通 它的基本要点呢 就把它总结出来了 这个要点 要求你必须掌握 那掌握这个要点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看看我们国家 关于信息和沟通 这个要素它总体的规定 这个规定呢 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第一条强调 应当建立信息沟通制度 明确内部控制 相关信息的搜集 处理和传递程序 确保信息及时沟通 促进内控有效运行 那你想 这不就是一个 很冠冕堂皇的 大话空话和虚话吗 那我们考试 一般不会涉及 这种具体的文字的 所以大家呢 就把它稍微看看 就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 第二条呢 强调 应当搜集的各种 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经合理筛选 核对整合 提高信息的有用 那这里边呢 最关键的文字 就是这个文字 它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去搜集 与内控有关信息的时候 这个信息 既包括内部信息 也包括外部信息 事物非常的简单吧 然后接下来 下面这个文字 就是告诉我们 去搜集内部信息 我们可以从哪些途径得到 搜集外部信息 可以得到哪些途径 那这个呢 就没有必要去讲了 这个大家自己 如果有时间有兴趣 把它稍微看看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 整个第二条规定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三条规定 那我们这里边呢 文字比较长 但是呢 不要求大家把它背下来 这条的具体规定 其实跟我们前面 刚梳理过的 COSO委员会所强调 沟通的框架 是完全保持一致的 这个大家呢 可以把它琢磨一下 按照我们国家规定是这样 企业应当将 内控相关信息 在企业内部各管理集次 责任单位业务环节之间 以及呢 企业与外部投资者 债券人 客户供应商 中介机构和监管部门等 有关方面之间 进行沟通和反馈 所以看到 这段话不就是前面 我们所梳理的 沟通的时候 它整个的框架嘛 首先涉及哪个沟通 对内的沟通 包括谁呢 企业内部各管理集次 责任单位业务环节 对不对 此外呢 还包括对外的沟通 包括谁呢 外部的投资者 等等等等 这些不同的立项观者 框架就出来了 然后接着呢 在对内的沟通当中 包括什么 包括各管理集次 那各管理集次 不就是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的沟通吗 还包括呢 各责任单位业务环节之间 那不就是横向的沟通吗 所以大家就很容易 掌握这个内容了啊 那我们在这呢 也就不太过分展开 大家也没有把原文 也没有必要把原文都背下来 只需要按照刚才 数理的框架 把它一套 就很容易把它掌握到位了 那了解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又明显告诉我们 在做信息沟通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有问题 应当呢 及时报告并加以解决 这里边尤其规定 重要的信息 要及时传递给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层 这个大家呢 就把这句话看到就行了 没什么可需要解释的东西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 第三条相关的规定 那接下来呢 第四条规定呢 不需要过分的展开 它是比较泛泛的一个说法 核心文字就是第一句 利用信息技术 来促进信息的集成 和它的共享 然后呢 这些文字呢 我觉得可考性不强 所以大家有时间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关键是呢 后边这句话啊 应当加强 对系统开发和维护 访问与变更 数据书与输出 文件存储与保管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控制 保证新兴的安全 稳定运行 那我想 没什么需要解释的 就是一个泛泛的规定 所以我们看完了 就完事了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 第四条规定 那接着 第五条规定呢 这个要求你 大家重点掌握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 它的关键词 是哪个词呢 强调就是 反舞弊 大家把这个记住 那也说 首先在你拿回头 要记住 涉及反舞弊的时候 它是在 信息和沟通 这个要素体现出来的 先把这个最基本线索 先把它掌握到位 掌握完之后呢 再去进步掌握 与反舞弊 有关的具体内容 那这个具体内容呢 关键点是两个 第一 我们可以适当知道一下 反舞弊机制 建设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要坚持的原则 这个原则呢 就是八个字 乘防并举 重灾预防 这个呢 没什么需要解释的 就把它看到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关键的点 然后接着 第二个关键点是谁呢 就是下边这段话 你要准确的记住 反舞弊工作的重点 这个呢 我是建议大家 按照原文 能够把它掌握到位 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 未经授权 或者采取其他不法方式 侵占 挪用企业资产 谋取不当利益 这是防舞弊工作重点的第一个方面 然后第二呢 在财务会计报告和信息披露等方面 存在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是重大遗漏等 第三个方面 董事监事经理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滥用职权 那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为 是董监高滥用职权 他如果滥用职权 就意味着 可能给起来造成重大的损失 然后第四个方面强调 相关机构或人员呢 窜通舞弊 关键词是窜通舞弊 尤其是窜通 那我在这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特别强调窜通舞弊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我们前面呢 已经说过了 我们企业要开展各种控制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 被称为灵魂的是哪个 叫不相容职务相分离 还记得吧 但你要记住啊 如果我们企业做到了 不相容职务相分离 我们对于当个人 或当个部门的舞弊 我们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因为通过不相容职务相分离 可以使得不同职务 或不同部门之间 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但要记住 如果这些不同的人 或不同部门之间 窜通舞弊了 你要搞清楚 我们再怎么做不相容职务相分离 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们相关的文件当中呢 就把这种窜通舞弊 作为是反舞弊工作的重点 这个道理大家把它理解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第五条 有关反舞弊的内容 把它重点强调了一下 请大家要重点关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六条 第六条呢 这个不要去大家过分的展开 主要从字面上掌握就行了 掌握什么呢 先掌握第一句话 建立举报投诉制度 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这两个词 如果从硬式来讲 要求你掌握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看到这种举报投诉制度 或举报人保护制度 你在脑海当中 能够马上想到 它属于信息和沟通这个要素 这就足够了 所以说它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就不用再去管它 所以大家按照这个思路呢 把这个掌握到 这就可以了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 在整个第六条当中呢 我们把最后一句话 再强调一下 它强调 举报投诉制度 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应当及时传达至 全体员工 关键词呢 是全体员工 这个呢 也没什么解释的 就记住是 传达至全体员工 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信息和沟通这个要素 它的核心内容 就把它整体解释清楚了 那么大家呢 再去按照我刚才所做的提示 把这关键的点 再去把它掌握到位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 最后一个要素 就叫监控 那我们前面 也多少提到过 所谓的监控 其实呢 就是对内部控制本身 进行监督 通过监督呢 能够及时发现 内部控制体系 它可能存在的 缺陷或问题 我们加以改进 这就是这个要素 它背后的思路 我们接下来 先看看 COSO委会 就这个要素 它整个的阐述 这样来说 当我们做监控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 持续性的监控行为 独立评估 或两者的结合 来实现 对内控系统的监控 那么这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 按照COSO委会的观点 当我们对 内控体系 做监控的时候 主要的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持续性的监控行为 一种是独立评估 当然 我们既可以选择 其中一个 也可以干什么 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个就没什么 说强调的 所以接下来呢 就把这两种行为呢 方法把它做个解释 这个解释呢 不需要过分的展开 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所谓持续性的监控行为 发生在 企业日常 经营过程当中 也说 每天可能都需要进行 包括企业的日常管理 和监控行为 员工旅行各自 职责行为 而所谓的 独立评估活动 就是什么 它就不是日常了 而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进有效的监督 所以呢 就告诉我们 独立评估活动的 广度和频度 依赖于谁 离于依赖于风险 预估和日常监控程序的 有效性 那如果 风险 我们经过评估 发现特别多 特别严重 这种独立评估 就要加强 如果呢 日常的这种持续监督 它达不到效果 那也意味着 我们也必须加大 独立评估的 相关频率和它的广 所以这个 大家也是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 又告诉我们 在整个评估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了 内控体系存在缺陷 那怎么办呢 要求自下而上 进行汇报 那如果这个内控缺陷 非常的严重 记住 这时候呢 应该上报 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 那大家就把这说法呢 把它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呢 对监控这个要素 考虽然会所提出的一些 基本的原则性要求 那这个原则性要求呢 就简单看 不需要展开 第一句话说得很清楚 选择制定并实施 持续 即或单独的评估 那就是把我们 两种方法 把它强调出来了 以判定内控各要素 是否存在且发挥效用 然后第二呢 即时评估内控缺陷 并将有关缺陷及时通知 通报给谁呢 负责整改措施的相关方 包括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 如果适当 也就是说 你并不一定要报给董事会 如果需要的话 我再去报给董事会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呢 下边我们看看我们国家 关于这个要素整体的阐述 那首先呢 还是前到一个细节点 我们国家第五要素呢 叫内部监督 不叫监控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 要掌握到位 那这里边内部监督呢 它的规定分这么几条 第一条 是一个总体的要求 但是其中呢 有个细节规定 要稍微关注一下 它这样来说 应当根据本规范 及其配套办法 制定内部控制监督制度 是不是很方便的说法呀 那接下来 在建立内控监督制度的基础之上 尤其想到哪个呢 内审机构 和其他内部机构 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 规范整个监督程序方法和要求 会看到 在里边 它特别把内审机构 把它拿出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呢 就内部监督这个要素来讲 内审机构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么大家就把这个点 把它梳理到 这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在这条当中 又把内部监督我们使用的方法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呢 叫日常监督 一种叫专项监督 如果从名字上 大家就应该很容易的 把这两种方法的名字 跟刚才树里的 考索委员会的两种方法 就联系起来了 其中呢 日常监督 不就是考索委员会讲的 持续性的评估行为吗 然后呢 这种专项监督 就前面所讲的 独立的评估行为 它是完全对应起来的啊 所以接下来 什么叫日常监督 什么叫专项监督 有个解释 这个解释呢 我们不要去理解 就把原文看到就行了 其中所谓的日常监督 就是指企业对建立 和实施内控的情况 进行常规 持续性的监督检查 关键词是常规 持续性的 而所谓的专项监督指谁呢 就这那些特殊情况 我们做监督 比如说 在发展战略 组织结构 基因活动 业务流程 关键岗位 员工等 这些领域发生 较大调整 或变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对它进行监督检查 这叫专项监督 那么大家呢 把这两个简单区别到 这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书里的第一条 那了解完 有关专项监督 这个基本的含义之后 接下来呢 请关注这句话 这句话这样告诉我们 专项监督的范围 和它的频率 应当呢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 以及日常监督的有效性 等予以确定 那你想 这句话 跟我们前面讲过的 考受委员会的那句话 完全是一样的思路 所以这个大家 把它稍微关注到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国家 关于内部监督这个要素 它的第一条 它相关的规定 大家把我们书里线索呢 再去把它稍微强化 这就足够 接下来 第二条规定呢 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它的关键词 就在于内部控制的缺陷 这个相信大家很好理解 也就是 我们对内部控制 进行内部监督 主要呢 就是为了能够及时发现 企业内控体系 它可能存在的内控缺陷 然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 有效的整改和改进 那这个道理理解完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条 简单看看就可以了 那么与内控缺陷 有关的规定 包括哪些呢 第一 我们首先要确定 内控缺陷的认定标准 那也就是说 在整个监督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发现的问题 它达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视为是缺陷 以及呢 视为哪种类型的缺陷 我们先把标准 把它确定下来 那确定完之后呢 就按照这个标准 去分析 我们在内控监督当中 所发现的缺陷 接着干什么呢 要分析缺陷的性质 它产生的原因 而且要提出整改方案 在这个基础上呢 采取适当的形式 及时向董事会 监事会或经理层来报告 那么这就是一些 具体的工作的要求 那么大家呢 只需要简单了解 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再简单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内控的缺陷 它有不同的分类 那在这个文件当中呢 对它讲了一个基本的分类 就是把内控的缺陷 分成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在这呢 我们不需要展开 因为在我们这张后边的内容 我们还会重点去讲 这些缺陷 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那了解完这个之后 剩下的文字呢 就看一看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第二条规定 所以我们重点记一个词 就是内部控制缺陷 就足够 然后接着看第三条 第三条呢 主要强调要进行自我评价 所以大家呢 把这个关键词把它记住 这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对内部控制 进行内部监督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自我评价 来实现有效的监督 也就是说 自我评价是内部监督 一种有效的方法或手段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相关规定把它读一下 强调 企业应当结合内部监督情况 定期被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要进行自我评价 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后边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不用再管它 而且呢 这句话我们读完之后 我们就不用再过分的展开 或者反复去读了 因为有关内控自我评价的相关要求 我们会在这一章的第四节 我们再去把它详细的学习 所以在这呢 你只要知道有这个规定 它属于内部监督的范畴 就足够了 那接下来呢 第四条 是一个很泛泛的说法了 所以我们也是简单过一下 强调应当以书面 或者其他适当形式 妥善保管 你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过程中 有关的记录或者资料 确保内控建立和实施过程的 可验证性 那这个呢 就属于很泛泛的一个规定了 所以跟我们考试 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我们直接把它略掉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当中 关于内控框架五要素的 最后一个要素 内部监督 就把它适当的调整 梳理了一下 那么大家呢 再去把它简单巩固 这就可以 这个说完了 那也就为了 我们整个这一节 有关内控框架五要素的 所有内容 就带着大家 把它整体梳理清楚了 那请大家呢 按照之前的讲解呢 再去把它有针对性的 去把它复习一下 那讲解完理论知识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结合往年的考试题 再结合这一节 它的具体内容 我们在这呢 列举一些例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请大家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就是去年2016年 它出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那这个是代表一种典型的考法 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样来说 下列各项中 属于内控基本规范 对内部环境要素 要求的有哪些 所以看到 它就针对了 其中一个要素 内部环境做考核 就要求我们分析 ABC的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的 这些说法 哪些属于内部环境 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那我们就先来看 A强调 企业应当建立 举报投诉制度 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那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前面讲课 曾经反复强调过 举报投诉制度 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它是不是内部环境 这个要素 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是不是呢 这个呢 应该不是 我们前面说的很清楚 举报投诉制度 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这属于 信息和沟通 这个要素 它的具体内涵 然后接着看B 企业应当建立 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和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机制 那观念词 是不是还有两个 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和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机制 那你告诉我 这两个词 我们前面在讲 哪个要素的时候 我们强调了 还记得吗 这个应该属于 控制活动这个要素 它所强调的相关内容 对不对 这是强调我们A和B 那这两个分析完了 你会发现 这两个呢 都不属于内部环境 而这道题 又是个多项选择题 所以呢 C和D 一定是我们最终的答案 那么大家呢 可以再看一看 C这样来说 应当制定和实施 有利于企业 可处于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 观点词找到了吧 哪个 那就是人力资源政策 这就是前面 我们总结的 内部环境的 其中一大块 然后接着看D 企业应当加强 内部审计工作 是不是在内部环境当中 我们在设立 内部机构的基础之上 尤其又强调内部审计 所以这个应该也属于 内部环境的范畴 那因此经过这样分析之后呢 我们答案应该是C和D 所以看到 这个考法就是考大家 能不能把五要素的内容 特别是一些原文的 关键的内容 关键的文字 能够把它给区别出来 那这就要求大家 一定要把我们前面 所强调的文字 一定要把它好好的 仔细的多读几遍 把它梳理清楚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再看一道题 这道题呢 是2011年出过一道 多项选择题 那这道题呢 是针对其中一个 很小的点做考核了 那我们看是哪个点 这样来说 假公司管理层 为了改善内部控制 正在呢 重新检查本公司 现有的职责 岗位设置的合理性 然后就问了 下列各项中 属于坚韧 不相容岗位的情况 有哪些 所以我们能够 马上判断出 它所考核的点了 哪个呢 不相容岗位 而所谓不相容岗位 它应该体现的是什么 应该体现的是 我们讲 控制活动这个要素当中 我们国家 所明确规定的 第一个控制措施 不相容主义 分离控制的具体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A这样来说 财务部主任 同时担任 采购部的审批主管 这个对不对 这个呢 肯定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 它是属于 兼任不相容岗位了 因为 财务部主任 担任财购部的审批主管 那容易导致什么 容易导致呢 它出现舞弊行为 再看 B 记录存货明细账的会计人员 同时负责存货的实物保管 这个对不对 这个做法肯定也是不对的 那也就是说 它也是属于 兼任不相容岗位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答案 那我们简单总结B 是什么 那就说明 管账的和管实物的 它就合到一起去了 兼任了 那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我们常说 账和物要把它分开 对不对 然后接着看C 行政部经理兼任工会主席 这个属于不属于 兼任不相容岗位 这个呢 应该就不是了 因为我们知道 工会主席和行政部经理 这两个职位呢 他应该不属于那种 所谓的不相容岗位 然后再看D 销售部经理同时负责 客户信用的调查评估 与销售合同的审批签订 这个是不是 这个呢 应该也是答案 它也是属于 不相容岗位 兼任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记住 对客户的信用的调查 和合同的签订审批 这个呢 是一定要分开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道题 所以看到 这道题呢 四个选项 主要考的就是 在企业内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业务流程 我们常见的一些 不相容岗位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 我们补充了一些资料 要求大家去把它 稍微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呢 这种题目当中的 有些个别案例线索 也可能跟我们下一节 所学过的 内控18项指引 当中的内容是相关的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前后结合起来 我们加强 不相容植物分离 控制它的相关理解和复习 那这道题经过分析之后呢 答案就是ABD 大家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结合解析呢 再把它稍微的梳理一下 这是我们列举的第二道例题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道题 这道题呢 是2015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这道题呢 其实难度不大 而且呢 这道题它所考核的线索 在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道例题 曾经出现过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同样一个点 可能会反复的来考 他将来说 随着全面风险管理意识的加强 假公司的股东 要求管理层建立 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明确风险预警标准 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事件 制定应急方案 明确相关责任和处理流程 程序和政策 确保呢 重大风险事件 得到及时稳妥的处理 这个呢 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案例铺垫 铺垫完之后呢 题目就这样来问了 假公司股东的要求 所针对的内部控制要素 是哪一个要素 还是靠内部的控制的要素 但是呢 我们把相关内容列出来了 然后要求你根据这个内容来判断 它属于哪个要素 然后大家就可以分析了 在前面这么多的文字当中 哪个或哪些是关键的线索 能看出来吧 非常清楚 应该是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这就是关键线索 只要找到它了 答案就可以找到 至于说后边这些详细文字 只不过就是针对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它做了进一步的描述而已 那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那你去思考一下 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我们是在哪个要素当中 我们会涉及到 而且我们前面那道题也刚涉及过 能想起来吧 答案是哪个呢 A 风险评估 B 控制活动 C 内部监督 D 信息已沟通 答案是哪个 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 应该是B 属于控制活动的范畴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很容易找到了 所以看到 通过这几道选择题的这个列举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它怎么考呢 一般在选择题 都是把我们相关 五要素的一些具体的原文的文字 包括一些关键的文字 把它摘出来 变成我们提干的信息 或变成选项的信息 然后要求你分别判断 它到底属于哪个要素 这样翻过来到过去的考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相关内容 把它仔细的掌握到位 那我们说过 内控五要素呢 也会放在主关题考案例分析 但是在这儿呢 我就不再列举主关题了 五要素有关的主关题的考法 我们会放在习题班来提供给大家 供大家复习 稍微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结束整个第一节 五要素有关例题的讲解 那说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 按照我自己讲课的习惯呢 我们把这一节整体做一个小节 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呢 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考点所在 它主要是讲 考塑委会内控框架五要素 以及我们国家内控基本规范 所提出内控五要素的具体表述 那从考试角度来讲的话 最近几年 这个地方一般都是考选择题为主 而且选择题呢 很大成分上 都会按照原文的一些文字 来做相关的考核 所以就希望大家 一定要把这些内容 我们要仔细的反复的去通读 通读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我讲义当中 给你用下话线索标注的重点文字 要适当的多读几遍 然后呢 能够把每个要素 它的关键线索 我们都很清楚的把它掌握到位 而且在不同要素之间 要能够准确的把它给区别出来 那请大家注意 这就是我们整体这个复习的一个基本的建议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整个第二节 有关内控五要素 就把它全部解除掉 有关内控制的重点文字